新台有路往台北方向 许多要上高速公路的车子 都会顺着右转上北二高 不过因为接着就要汇路主要扎道 得要再打左转灯 只是缓冲距离太短 就算一右转就马上再打左转灯 还是不符合得要在30公尺前 打方向灯的规定 造成许多驾驶人挨罚引起民怨 因为按照法规 我们在变换车道30公尺之前 我们就要打方向灯 那实际上我们来测量这个引道的部分 它实际上它只有26公尺而已 所以说我们的民众 在从新台有路右转上 国山北少扎道的时候 其实它是完全没有办法 符合法令的来打方向灯的 那尤其是懂的人 可能在一进来的地方打 其实也是违规的 那借过陈勤后 议员廖新翔就邀请了高工局 市府交通局 警分局等相关单位人员现场会刊 主要是因为这个扎道 除了右转车 还有新台有路对向左转进来的车子 同时会入 所以当右转进来是次干道的情况下 会入闸道就得再打左转灯 这距离太短根本来不及 会看希望是不是能够就现况调整 而高工局也表达 闸道设计是符合规定的 这符合高工局所定的原则 它的原则闸道会流的地方 两个靠近主线 或者比较直的方向为主线 当然 靠近主线 线形叫直解的车道为主要车道 这两个就是这个动线 是比较靠近主线 当然 比较直解 所以这个目前的设计完全符合高工局定的原则 第二个有关民众在这边常见的违规 我们之前有发现 我们也做了强化设施 全国道这是第一个 在穿越虚线前面加了一个让标志 所以这个道路的它现在的设计就是 你右转进来引道的时候 你就要马上打左转灯 那同时你打下去的时候 可能还是违规的状态 因为你没有在变换车道前30公尺就打方向灯 那所以这个扎道的设计 在民众的使用上是没有办法遵守法规的 那我们也希望 这个在至少短期之内 短期之内的这个举发 那是不是有一些能够解释的空间 惠康后请市府交通局将扎道现况及决议 网上承报研议如何改善 不过在这之前议员廖先祥还是提醒 从新台武路要上北二高扎道的驾驶朋友 依规定还是得打方向灯以免受罚 杰宸慧林细子采访报道